好 这个韦杰 我们刚看到的是 Bloomber的专题报道 这回合在清零政策的退让 主要的原因是为了稳经济就经济 那中国的经济包含了 外销出口跟服务业 确实都遭受到非常大的伤害 对 没有错 我想其实连这个 Bloomber都已经 这么大的一个专题来进行报道 他就直接提说 直接把这个清零政策松绑 就会让明年的 中国大陆的GDP成长 有达到5% 那当然现在目前 包含像是在美国的 财政部长叶伦的部分 有特别提到 除了针对于美国 可以避免到经济衰退 这样的议题来进行讨论之外 其实他也特别提到 他对于访问中国呢 其实是抱持一个 比较开放的一个态度 尤其是在这个G20之后 他就会见了中国的央行行长 易刚有特别提到 对于中国疫后的一个 疫情的经济 做了一些相关的讨论 包含像是在这个封锁的政策 包含像是在房地产市场的 一些相关危机 还有其他的这个宏观的 相关的议题当中 其实都展现出了这个叶伦 在中国大陆这边的 一个开放的一个态度 那另外我们看到 在防疫的这个调整呢 其实我们看到 这个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特别提到 中国大陆的经济 其实他的增速会持续回升 刚刚的Bloomberg 也有特别提到 就是说在接下来的整个 明年三月份要召开的 这些人民代表大会当中 他们是不是会去提出 2023年的中国经济成长率 会来到5% 似乎李克强对于这件事情 是有蛮大的一个信心 那么在这一次的整个 第七届的 一加六的圆桌会 这个对话当中 特别会见的是 世界银行的行长 然后呢 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的 这个总裁 跟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的 这个秘书长 这样子的一个会面呢 其实也特别提到 这个推出的新十条的政策 会随着比较优化的一个 防控调整的一个落实 让整个中国经济 能够快速的回升 换言之 深化跟国际社会的一个合作 其实也会代表着 中国的经济起飞的同时 会让整个全世界的经济呢 有这个缓着陆的一个机会 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一次 整个中国大陆经济 公布出来的一个数据 在11月份的 生产者物价指数 仍然是年增率是 负得1.3个百分点 另外在CPI的部分 也同样都是 微幅度的只有上升而已 所以其实在这个 生产者物价指数 跟消费者物价指数 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整体来说代表的是 中国大陆现在目前的 经济活动跟 消费市场的一个需求 然而是相对比较疲软的 那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来自于这一次 比较时间比较长的 这个疫情防控 所影响的一个状况 那另外我们看到 在这个中共中央的 这个经济工作会议 是下个礼拜要进行召开 那最重要的一个 关键市场呢 其实就是为了 这个房地产的相关的 政策措施来进行一些讨论 那么当然也是为了 明年全年度的一些经济政策 来做一个定调 那更提到的是说 这一次在这个房地产的市场当中 今年的这个去杠杆 已经完成了阶段性的目标 那下一个阶段的重点呢 就是要支持居民 合理的购房需求 我们都知道 从2016年以来 其实中国大陆一直提的 就是房住不炒 所以其实在明年度的 这个房地产政策的部分 就值得做关注 那再来就是说外商 其实在这个中国大陆 在这个风控的过程当中 其实经营也是相当的有难度 包含现在这个英国商会 发布的这个年报当中 他有说 在华英国的企业 它的悲观的这个指数呢 其实是创下了近年来的一个 新低的一个状况 所以就是说在中国大陆 因为风控的关系 我们英国的这些商会 在中国大陆的经济活动 跟原先的一个 投报率的一个预期 都出现了大幅度的一个 下滑的现象 那当然其中呢 要挑战的最重要的三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要雇用外籍的员工 然后呢 在营商环境当中的透明度 上面要有一些展现 另外就是要遵守网路安全 跟科技的一些相关的规定 这个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另外我们再看到 在中国内部的人力成本呢 是出现了快速度的一个上涨 导致于呢 让很多的日本的服饰业 在制造业的部分 把他们的产线呢 都大规模的移到东南亚的身上 包含像是在这个青山商市 包含像UNIQLO 其实都出现了 这样子的一个供应链 移转的一个现象 那这一次呢 在这个移转的过程当中呢 刚好在今年的1月份 通过这RCEP的 这些相关规定 可以利用这些相关的 关税的获税 这个减免的部分 让这些的这个服饰业 有一些成本降低的一个过程 所以才会造成 这一次整个日商的制造业 大规模的移往东南亚当中